老北京辣瓣蒜烧肥肠 讲究的是 肠鲜 蒜脆 醋香浓郁 今儿咱来一升级版 咱给它加上大葱 增加这个葱香的味道 同时 让这道菜风味更加独特 烧上水 来一点盐 大葱我们在炸之前 焯烫一下 这样炸出来的葱 没有臭葱味 不容易脱节 改好刀的肥肠 咱再焯一遍水 这样可以很好地去除它的脏气味 焯肥肠的时候 我们加上一些老抽 这样可以使肥肠 有一个很好的上色效果 肥肠简单焯荡一下 沥水备用 锅里来点油 反扮凉油状态 下入焯好水的大葱 腊包蒜烧肥肠 加入炸好的金葱之后 会让整体的菜肴 有一个风味的提升 这样不仅能压制肥肠的脏气味 同时还能增加独特的葱香味道 大葱炸到金黄色的时候 捞出来 留一点炸葱的油 直接下入焯好水的肥肠 这个煸炒的过程当中 可以将肥肠里面多余的油脂 还煸炒出来 肥肠煸炒到表面威威起皱的时候 烹入一些黄酒 烹入生抽 肥肠已经呈现这种 非常漂亮的枣红色的时候 烹入一些锅边醋 这个醋就是泡辣斑蒜的醋 这样可以让肥肠的脏气味 减少很多 加入开水 这碗开始调味 盐 胡椒粉 少来一点味粉 一点点的白糖 和味增鲜 稍微来一点老抽 调调颜色 要想让这个蒜 保持翠绿的颜色 保持翠爽的口感 一定不能加的太早 因为这蒜本身就可以吃了 所以只需要加热就可以了 炸好的大葱放进来 肥肠现在已经完全入味 放入腊斑蒜 既有葱香的味道 又有蒜香 这肥肠 我跟您说 吃的就是俩字 过瘾 肥肠完全入味 开始勾芡 收浓汤汁 汤汁收浓 再淋一次锅边醋 再来一点炸葱的油 起锅 装盘 腊斑蒜烧肥肠 咸鲜浓香 香而不腻 纯香浓郁